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火锅呀很多人都特别的爱吃 你看七滋八味全都汇聚在这暖暖的锅子里了 但是啊我就在想你看这火锅好吃吧 主要是得益于它的火锅底料 您瞧这火锅底料呢红彤彤的 好像有很多的香料组合在一起 据说呀它是用牛油炒制出来的 而且呢这个步骤呢也是非常的繁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先去解解 火辣滚烫的红油底料 是川式火锅的精髓所在 它麻中有辣 鲜中带香 给人以新奇的味蕾享受 那么这种红色的麻辣诱惑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让我们跟随记者 去四川广汉 访问一位常年炒底料的张师傅 我正准备现在炒火锅底料 你来的正巧 这么多的这个香料 我想看看我都认识哪些 辣椒咱不说了 这些姜啊葱啊洋葱 葱姜蒜这些肯定不说了 咱看看这几种好吗 好的好的 这些都是要放进去的吗 都要是所有东西都要放进去的 这就是我们做火锅的原材料 所有的原材料都在这里了 火锅底料的原材料 除了常见的葱姜蒜 以及豆瓣酱 辣椒之外 还需要桂皮 青红花椒 等共计16种的调味香料 它们都是自然界中 常见的药用植物 把它们先后放进牛油中炒制 才能得到四川火锅特有的香味 那我现在就开始操作了 好的 下生姜 它这样就能够把油的温度 降一部分下来 然后我们才能下香爆炒 香爆炒油温不能过高 如果油温过高的情况下 就会炸糊料了 炸糊料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说 下这些原材料都得按次序来下 炒火锅底料要按照顺序放料 每种调料的一熟和一壶的程度不同 它们的作用不一样 需要的炒制方式也不一样 香茅草 香茅草 对 一会儿全部都捞出来 那这些都要捞出来吗 都不要了 它去牛油的那种山味 这是用牛油做的 对对 这是牛油 所以说你得去那个山味 对 就把他们这些什么葱姜蒜就过一下 去下味 我们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 要恰到好处 对油温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对 就不要了 这个时候我们叫关火 关火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炸完羊青的时候 现在油温是在110度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得关火 要降到100度山后来下我们下面的东西 那这个油温的这个温度也是靠您这个 这个是要靠您经验的一个经验 对于油温的把握更是炒底料的关键 如果一样东西糊锅拿一盆底料就炒失败了 捞轻了油锅 底料中最主要的角色就要纷纷登场了 酱香味要把它炒出来 下也不能一次下完 要少许的慢慢的下 慢慢的下 对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点火了 就油温已经下来了下降了是吧 对 现在的火也不能开得过大 我们要用小火慢慢的把这个豆瓣酱的酱香味继续把它炒 炒出来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下瓷巴辣椒了 下瓷巴辣椒 对 那瓷巴辣椒得下多少呢 这个瓷巴辣椒要全下 哇 吃这两盆吗 对这两盆全下 全下 瓷巴辣椒因形似瓷巴而得名 实则是普通辣椒与姜蒜捣碎后碾压混合的产物 这么两大盆混合物进锅后锅里明显变得粘稠起来 胡锅的危险在不断增加 不过至此下料过程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张师傅又逐个放入刚才准备好的配料 把十几种炒料巧妙下入锅里 这一步步看下来记者发现炒底料并不简单 原料不是一股脑放进锅里 而是有抛弃的有保留的有需要高温爆炒的有需要低温煎熬的 最难做到的一点在于这么多原料都放进锅里火候要足却不能糊锅 每天要在高温的炉子边炒二十锅底料 这可能是大家想象不到的辛苦 记者带着张师傅找到了一个人 他为此发明了一个自动炒底料的机器 让炒底料不再那么辛苦 发明人唐永青发明项目火锅底料翻炒机 唐永青曾是一家火锅店的炒底料专业厨师 那种整天站在油锅前被炫烤的经历 让他刻骨铭心 如今自己开了机械加工厂 唐永青决定试着做个炒底料的机器 一开始他把问题想简单了 一个大桶里边加一个产型的电动搅拌杆就完成了创造 但一时才知道因为翻锅不彻底 怎么也绕不出糊锅的死结 这个打击才让他明白 一大锅料的无死角搅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几经实验 他终于发明出了一个长相特殊 功能强大的搅拌杆 这里是什么作用啊 它就是料多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在翻动 搅得更均匀一些 搅得更均匀 唐永青发明的新一代火锅底料翻炒机 由新的搅拌系统和除烟系统 以及古风系统组成 首先搅拌系统中的搅拌杆 由原来单面铲变成了四个方向的抓铲和侧铲 去除了翻炒死角 幼崽杆的上层和桶的内壁 同时增加了阻力装置 增加纵向翻炒力度 避免下层糊锅问题 此外 新增加的古风机 可以让机器火力更加强劲 更容易达到翻炒的温度 而且在翻炒底料时 上方的排烟系统 能够自动将烟吸走 以减少呛人的烟味 有了这些保障 新装置的炒锅 就能制作得出奇的大 这口大锅 以此可以炒料二三百斤 为了证实这个大炒锅的能力 他要和张师傅带领的十位炒料高手 现场比赛 看看这新机器 能否真的一一当十 比赛地点 就在工厂附近最热闹的广场 在熟悉的街坊们注视下进行比赛 唐永青压力不小 毕竟从未一次炒过这么一大锅底料 现在他一遍遍地检查配料 用这些动作来掩饰内心的紧张 人工队这边也在忙碌地准备配料 十位有经验的炒料厨师 要和这新奇的机器一较高低 您就是一个机器 带你十个 跟十个人来比 那么我想我们比完之后 谁先做完 那么谁就赢了 好吧 还有就是赢了之后 我们肯定除了做 我们肯定让观众再尝一尝 尝尝我们的口味 口味的那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我可以宣布 我们比赛开始 好 炒火锅底料的终极大战开始了 这回不仅要看谁的速度快 炒完后的底料 还要直接做成火锅 让现场的观众给最终平胖 两边都使出浑身解数 拿出最好的状态进行制作 如此新奇对抗场面 自然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围观 那么面对人与机器的比拼 观众们的立场 偏向哪边呢 看来两队各有着自己的粉丝 不过今天要炒的可是300斤的火锅 炒锅底料大概需要近三个小时的连续翻炒 这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工队炒锅多升温快 很快就在起步阶段领先了 唐师傅这边体积超大的炒料机 即便全速运转也只能坐等温度慢慢上来 不过一旦油温达标 你大桶辣椒便可直接倒入 这恰到好处的温度 让各种香料在锅中泛起温润的红光 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而同时人工队已经纷纷炒好了第一锅 慢点小心 第五锅 虽然人工队保持领先 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炎热的天气和火炉的炙烤 让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翻的话没有在就是说这样露天场 那么天气这么大的情况下 是 太阳这么大 然后这个烧的又是这么热 有点热对对对 有点热 但你觉得 阿平需要经过高温暖炒吗 对 但你觉得你这个 经过这样你觉得你能有吗 我觉得还是冷眼 冷眼 好 好 加油 相比于人工队 唐永青这边倒是轻松许多 三百斤底料已经全部下锅 只需要悠闲地站在旁边等待即可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唐永青就率先炒好了所有底料 都炒亮了 都炒亮了 那就说现在确定是您可以关火了吗 对 可以 好了 要不那就关吧 我看那边 来 好 那您就关 来 关 来咱们那边也就停吧 机器在速度上是领先了 但人工队炒好后的底料 都是一锅锅倒入大桶 唐师傅现在要怎么倒出来呢 那一大锅刚才还翻花滚浪的高温红油 重量相当于两个壮年男子夹起来的体重 让唐永青一个人端着倒出来 这绝对是考验来了 只见唐师傅的机器慢慢清洁 大炒锅自动把底料倒入到装料桶中 一边倒 搅拌杆还一边转动 最后倒得如此干净彻底 锅底没有出现一点烧糊的痕迹 我们把双方炒的火锅底料摆放在一起 看一看 炒料机的效率究竟有多高 相近有三分之一吧 我们的要少一些 这边的机器材料要多一些 对 对 对 从颜色上看 这个更 更加红亮一些 红亮啊 这个稍微就暗一点了 是的 是的 嗯 在速度还有这个 重量上肯定是输了 输了 输了 输了机器 那么像您刚说的 我们这个头肝怎么样 这个火锅来大家品尝 大家都想吃吗 想 想吃啊 那好 那我们就准备吃火锅喽 来 最终的品尝开始了 刚刚出锅的火锅底料 用来算美味的鲜酥 必然又是一番美味的盛宴 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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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炒的好吃 人工炒的好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机器炒的太辣了 对我这种就是胃口比较淡的人来说 这个要合适一些 那个有点辣 就是人工炒的好像稍微要 就是要燥一点 就是辣味 进口很燥 机器炒的 这我能理解为很淡吗 味道很淡 是吗 它不是很淡 而是它的辣椒 没有机器炒的柔和 对 相对它很舒服 它是干辣是吗 对 辣的是吗 你点辣的 好吃吗 很烫 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烫了是不是没尝出来味 是不是得再吃一会儿 这个香味不够 辣味不够 辣味不够 对 那边好吃一点 我过去吃 那边好吃一点 看来对于口感 大家都有着自己的态度 那最终结果会倾向于哪一方呢 我们总共是60个 那这样我们先看人工内的吧 好不好 1个 1个 2个 2个 3个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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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6个 11个 12 15 16 17 18 没了 没了是吧 18个 没有了 18个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数了 我们总共是60个 18 行 这次呢 这次呢无论是我们在速度上质量上和口感上都已经赛过了能工内食物炒的火锅底料 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的记忆队赢了 这隔着题目啊我似乎都能闻到这个火锅底料的鲜香了 真是让人垂涎三尺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去吃一样美食了 这样美食呢很多女孩子会非常喜欢就是凉皮了 但这凉皮虽说是小吃 做起来却没这么简单 据说呀他的这个手法和记忆呢也是非常的讲究的 那么机器能否做出可口美味的凉皮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再去看看吧 凉皮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每到夏天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人们吃凉皮的身影 白润透亮的皮子 鲜红油亮的辣子 再做以翠绿的黄瓜丝 麻辣酸爽让人难挡诱惑 因为这个凉皮嘛 夏天啊比较热 这凉皮比较轻 吃起来比较清爽 比较清爽 对有一种那个解暑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口感比较好 口感好 比较清爽 陈师傅在家吗 是啊 哎你好 这凉皮的制作秘籍是什么 现在我们的记者就要去向当地一位 常年做凉皮的陈师傅讨教一番了 那凉皮一般要怎么做呢 它一般的程序就是那个开始要洗面 每天清晨 陈师傅的工作从揉面开始 接下来软硬适中的面团 要经过反复揉洗 让蛋白质从面粉中脱颖而出 我看您这活挺简单呀 都自己用手挫揉下去就行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是吗 要不你自己试试 我们天天这样做 你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到累了 好了 第一次就洗好了 就可以把这个面浆和这个面筋缝离出来 缝离出来然后再加水 再加水 对 再洗一次 再洗 一直洗到把这个面筋全部淘出了 接下来要让面浆水在五至六个小时的沉淀中发酵 发酵的程度很关键 发过了 做出来的凉皮不能成型 没发好 做出来的凉皮又不光滑 这样浓稠微酸的面浆水 才是制作凉皮的上家选择 咱们先得刷油 对 先刷油 刷上一层油 免得它是粘在一起的 粘锅 然后再放姜 一勺子姜 一般就放一勺就行 对 一般这么大勺子放出一勺 不要太厚 厚不好吃 还得转两下 对 把它转容成 然后放入 你这放进去的时候还得悬一下 对 然后再拿起来 再拿起来 然后把它那个 看到吧 再旋转一下 要不它凝结太快 然后盖上拖盖 一般得蒸 一般能蒸上两分钟吧 两分钟一张 两分钟一张 咱们一个小时 就只能做三十几张 对 一个小时也就三十几张吧 那这效率很低啊 就是啊 手工作就是这个样的 夏天的时候 这里个室温能达到多少度啊 大概有达到五十多度吧 五十多度啊 就这么一直做 就这么继续了 一直做 一直做 咱们一般一天得工作几个小时啊 一般 以前我拿出去卖的话 一般要做到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对 就一直这种环境 一直就这个环境 就这么做的 那八个小时一般能做多少张呢 也就三百来张吧 三百来张 嗯 这还是就做的时间长 手熟练了 做这么多 手不熟练做的更少 陈师傅的演示 让我们知道 做凉瓶不仅辛苦 而且工序繁杂 可到了夏天 凉瓶总是供不应求 可一般人 却很难做出好吃的凉瓶 市场经常断货 凉瓶真那么难做吗 我们的记者 打算现场学艺 首先呢 刷一层油 刷一层油 把这个油先刷均匀 刷均匀 然后我再 两上面加 一勺就做 一勺就行 如果你感觉了薄的话 再放 就成不了形 成不了形 然后再旋转两下 对 旋转两下 旋转一会儿 放进锅里 对 很快拿起来 好烫啊 再拿起来 再旋转一下 对啊 在到凝固之前 你再旋转一下 再把它旋转一下 你看这已经弄得不太好了 一头薄一头 一头厚的 对 而且 我看着这个旋转挺简单的 你看着简单 做起来就麻烦了 怎么样 我的这个可以了吗 应该是熟了 熟了 那咱们就接锅 看一下 我还要拿起来 是吧 拿起来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觉得 不行 太烫了 是不是烈了 哎呦 你看 我都做坏了 全都烈了 失败了 我失败了 是吧 烈了 对 是不是烫 太薄了 不是太薄了 你在凌铺之前 没办法弄融化 所以这张凉皮就肯定不能要了 不能要了 做凉皮如此辛苦 按说早就应该有机器来完成 但做凉皮实在太复杂 皮子的厚薄 形状的完整 以及蒸制时间 接皮力度 都不容易拿捏到位 可有一个人 却想着要用机器 试一试 发明人陈谦顺 发明项目 全自动 凉皮机 陈谦顺父亲在世时 做过凉皮 他当初是为父亲试制的凉皮机器 虽然最终 父亲生前也没能用上 但孝心却激励他 一直坚持下来 我们最初见到的机器 就是个大家伙 但体积虽大 却很灵活 因为 它是由电子系统控制 烤喷嘴的电子控制喷姜 喷出圆形 姜待会就能从这流出来 它就能模拟出一个圆来 这边能画出一个圆 这里边是有程序的 有程序的 这就是咱们吃凉皮的 那个圆形的形状了 对 喷成圆形的面姜 经过长蒸香的蒸制 凉皮就定型了 这机器做凉皮 跟变魔术一样 把一位来参观的老李师傅 看呆了 这位做凉皮的老手 对机器很感兴趣 这个凉皮从哪截下来的 从这个地方刮下来的 你觉得它吃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速度还可以 速度还行 就有个人就在那里挤 往上截皮就行了 这省金的 不错 挺好的 第一张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来 你觉得它质量怎么样 你是做凉皮的熟手了 质量不错 质量不错 经营剔透的 挺漂亮的 挺漂亮 卖相很好是吧 卖相好 卖相肯定好 就这皮子 这凉皮你看卖相多好 正在凉皮当卖的季节 新机器马上就被定走了 但不久 这机器却在老李师傅那里 哪儿坏了 出了问题 原来凉皮机在生产环境中 内部温度高 湿度大 电子器件很难稳定运行 难怪喷嘴 喷不出形状 老陈必须舍弃电子喷嘴 他不得不对机器 进行脱胎换骨的颠覆性改造 真没办法 你好 陈师傅 你好 你好 听说你这机器是改进好了是吧 对 李大哥也在 你好 你怎么也过来了 他说他就是脱胎机器 比原先那个好 我过来看看 那陈师傅 咱们这机器改进了哪些地方呢 用的滚子 这个就跟那个印刷机一样 它这个转一圈 形成一种你看这个凹进去这一块 这就是一个圆 这就是一个圆 新一代机器 抛弃了原来的竖孔机箱 改用齿轮链条 带动橡胶成型滚转动 滚子与传送带紧密贴合 挡住多余面浆 而随着滚子凹槽部分 往前转动的面浆 将会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圆形 机器不再受潮热环境影响 成型的凉皮 在不锈钢传送带输送下进入蒸香蒸制 然后到达陈师傅设计的水冷区域 进行冷却刷油 为了使传送带不跑偏 老陈还在传送带两边加装链条 强制纠正偏移 这次改动中最减轻人工劳动的地方 就是在传送带末端 加了刮刀和定位轴 希望能够实践 自动落皮 有了这么多改变 具体能经受长时间 高强度的考验吗 必须靠一次和人工的对抗赛 来完成对它的检验 今天我们在这将举行一个 机器做凉皮和手工做凉皮的比赛 在我左手边 是今天大家合力推荐出来的裁判 张裁判和十位人工师傅 张师傅是当地最有经验的凉皮师傅 他主持的这次比赛 是要以一个小时为限 演证一台机器的速度 能否比得上十位高手 这个僵尸已经分好了是吧 分好了基本上现在都分好了 这边是人工队的 这边是咱们 国土是人工队的 这里就是机器队的 好把上下枪全给我 全给你你能行吗 行肯定没问题这个 没问题 好那现在咱们就开始吧 人工队和机器队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 做好了开始 好开始 来开枪 比赛刚开始 机器这边运行稳定 两边加了链条的传送带 让模具和传送带 贴合紧密 凉皮形状完美 运行中也没有一丝偏移 等凉皮从蒸箱里出来 已经变了模样 做的就是怎么样 我觉得挺不错的 咱们再 先看看吧 做的快的了 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凉皮熟的 怎么样 起了很大的胖 对 这个凉皮熟的还行 挺不错 到了传送带末段 这是以前最需要小心操作的地方 需要两三个人工戒皮 现在只需要一位工人 收集起自动掉落的凉皮就行了 这全新的自动化凉皮机 能否打动观众的心呢 我觉得这个凉皮做的很均匀 出的速度很快 一条流水线下来 用的人工也不多 我觉得最起码 因为很快吧 很快 对 咱们要不看 它这做的凉皮怎么样 你看一下子出来那么多了 它这个凉皮出来的还挺多的 这个做的怎么样 但是它这个机器凉皮 当时做出来 看得很软 太软是吗 但是再去看看 我们再看看 人工队的凉皮怎么样 行 我们先看一下人工队 抓出来的吗 这是人工队的 好 这就是人工队的凉皮队 但是你看看我们人工队做这个凉皮 同样的 但是虽然说一张一张正主来 它就是说它这个凉皮 看得多硬度 比它那个机器凉皮稍微硬一点 稍微硬一点 对 影响口感吗 这个也影响口感 影响口感 对 它就是机器做的凉皮 它有点黏糊 师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张了 大概就 现在刚开始 我们做了十多张 十多张 你大概几分钟出一张啊 一分钟能出一张 听着口气就知道 人工队这次参战的 都是有着多年经验 做了一辈子凉皮的老师傅 不仅记忆 炉火纯青 而且深知 凉皮美味的奥秘 所以 他们并不慌张 毕竟 口味好 才是他们至胜法宝 围观群众 都被人工队 这油亮柔韧的凉皮 饮得几乎垂 新鲜 我觉得这个能均匀 我觉得这个口感应该能好一点 而机器对这边也有不少人对这大家伙 充满好奇 陈师傅一落落爆出凉皮的速度 也着实让他们惊叹 这台机器确实速度快的精灵 这台机器确实不错 真的很厉害 做出来的凉皮 晶莹剔透的 很漂亮 然后跟面膜一样 应该口感非常好 机器虽然运转如飞 但人工队的十位师傅 可不会让陈师傅轻松取胜 看他们一个个举重若轻 将将盘弯转于指尖 出皮速度 让围观者叹围观指 陈师傅的机器 能比得过 这十大高手吗 陈师傅 您师傅 做怎么样了 我们这边马上就完了 马上就做完了 对 拿下来就可以了 中海已经完成了 还有最后一点点是吧 对 拿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两只做的还不错 很快 你觉得不错是吧 不错 很快 还有最后一摞 还有一摞 对 对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 好 机器队已经完成了 机器队已经做完了 人工队停一下 你们两只都拿过来 拿过来 我们看一下质量 这是人工队做的 来 把咱们两只都拿过来 你把什么人都拿过来 你把什么人都拿过来 你把自己的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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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咱们的机器队的和人工队的都摆在这儿了 裁判 来 咱们一起看一下 哎 好 在我手的右边是人工队做的 在我手的左边是机器做的 咱们十个人和机器相比 那人工队你们自个看吧 你们输掉了啊 你们费了力了 辛苦了 速度上机器毫无疑问已经赢了 速度上机器已经赢了 那质量上呢 要不咱们看一下 咱们拿起来看看 我们这是人工队做的 我们先拿人工队做的 给观众看看 这些人工队做的这两批怎么样 你们看看吧 大家觉得做的怎么样 不过 就我们的主要做的好 可以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机器队的 我们也拿起来看一下 我们也拿起来看一看 这个机器队的凉皮怎么样 这要凑 怎么样 这要凑了 对 这个凑度要多 这个凑了 你说这个比较凑是吧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对 那既然 大家都在 我们现在就开始尝一尝 这个手工做的 和机器做的凉皮 咱们看看哪一个的 口感好 好 咱们把手工的和机器人 对 多切一点 大伙一块尝一下 那么这是机器做的 我先给你们调 机器做的 机器队在速度上确实领先 接下来就是人们最期待的 品尝环节了 如果凉皮不好吃 再快的速度也是白搭 所以这个环节 才能最终决出胜负 现在呢 两面两皮都已经搅拌好了 这是 这一盘呢 这是手工队的 这一盘呢 是机器队的 我先尝尝 手工队的 这个手工队的 这是传统的味道 很不错 还是原来的味道 对 还是原来的味道 那咱们再尝一下 机械队的 差不多都一样 味道也很不错 李队长 裁判说味道差不多 你要不你也尝一下 尝尝机械队的做的怎么样 不相信 怎么样味道 不错 的确不错 的确不错 那咱们观众一块来尝一下吧 看下到底是手工做的好 还是机械队做的好 好吧 来来一起尝一下 来 大家一口一口品尝着双方做出的凉皮 发明人老陈的心 可是提到了嗓子眼上 观众到底倾向于哪一边呢 来 多吃一点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你感觉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 你都吃了是吧 对 你是比较喜欢吃人工手工做的是吧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地道一点 地道还是喜欢手工感的 对 我觉得都是我适合的味道 都适合你 你都喜欢吃 对 就是机器做的口感还有点滑 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没有区别你觉得 跟我们传统的凉皮是一样的 都挺好吃的 你都比较喜欢 对 都挺好吃 咱们今天呢 机器制作凉皮和人工制作凉皮比赛就结束了 好 今天这个在这个做凉皮这个速度上 机器队远远地超过了人工队 咱们呢做了凉皮以后经过观众尝试 那口感是一样的 对面呢 机器队胜利 接下来的这个发明项目啊 特别的接地气 咱们呀 如果到了河南 那可是必吃的美食项目了 就是河南的烩面了 哎呀 这个河南的烩面 它的面呢是非常讲究的 据说呀 这同样的面粉 不同的师傅做出来 那口味是千差万别的 关键的问题是 机器是不是也能做出 像样的河南会面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块去看一看 在河南省 会面馆 是遍布于大街小巷 最受欢迎的餐馆 而会面也成了河南人 一日三餐中 最为寻常的一道主食 见到爽滑的面条 配着浓香的汤料 味道相当诱人 然而一份手工的上好会面 必须经过标准的和面 揉面 饧面和擀面 等多道工序 才能完成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方便省事 都更愿意去餐馆吃会面 或者去超市 买现成的会面坯 回家直接组织 会面的需求量之大 成就了会面坯 制作行业的慢慢兴起 也成就了一位 一直专注于 会面机械的发明人 王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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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快快你 是 你跟我们栏目打电话 这是又研制新东西了 是啊 发明人王朝明发明项目 全自动会面批一体机 王朝明是河南省长阁市人 年轻的时候开过会面餐馆 自己也会做得一手好会面 后来他开始投入到 会面机的设计制作中 并且在2013年参加了央视 外发明栏目的录制 节目一经播出 会面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全国各地的订单数量 节节攀升 但是之前发明的会面机 还属于半自动机器 为了适应市场提高生产效率 王朝明又发明出新的机器 再一次联系到我们栏目的编导 王朝明发明的全自动会面批一体机 实现了会面批制作的全流程自动化 可将面粉倒入自动活面机中 活好的面团经过输送带 传入自动揉面机 经过机器反复揉压成的面饼 再通过输送带进入自动成型机 最终完成 会面批的制作 全自动生产线 适应当地一位客户 赵师傅要求发明的 王朝明约来赵师傅 一起检验一下 他的发明 小国咋样 小国应该没问题 这你也赶快来 我一会儿脚的用不来 一眼水一边 那行 小国一来一天 你看很得意 行那一会儿我们就看看 他这个机器效果 好吧 好 灰面皮一体机 不仅在自动化程度上大大提高 增加的竖控装置 也提高了机器操作的智能化程度 将面粉倒入活面机中 机器就自动进水 开始活面 当面粉浴水 在经过机器的搅拌 变成均匀的面团后 面就活好了 这样出来这个面其实是散的 是吧 对 哇 多这一等 现在这个面 活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你就不知道 但是你紧我从样 他都沉出来的 沉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你紧我对GAN 也等下你你从来 出来看 按照表 呃这个面现在是 很厚的一个面包 对对对对直接进 它这有很多道鸭鸭骨组成的 从这边进去 然后从那边出去就可以了 它就是里面有很多道果子 对对对 你看是对一点 哇 面出来了 肉黄面就从这出来了 这个面好整齐啊 对 就是融入这个 可以 看到没有 这个肉黄面 赵总 您觉得这个面压得行吗 柔的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挺光滑的 很光滑 对 我也摸着很光滑 这肉面的小火还可以的 来 进来这儿 现在是不是 现在已经开始成型了 因为它是自动的嘛 出来以后是不是 嗯 通过这道果子就把它压薄了 经过切皮 残面回到机器和新面一起重新鸦片 成品经过抹油就完成了 好 请进进进化了 好 之前您说这个您的生产效率是一个小时达到一吨啊 一吨多 一吨不是个小说吗 王老板 觉得可信吗 这样吧 如果你要对这个生产效率有什么疑问 我可以给你 就是说对比一下 你现在不是用了那个流量性智能机吗 是 是不是 那个效率已经不低了 然后咱对比一下 然后你都知道它效率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 懂 咱对比一下 机器被连夜安装在赵老板的工厂里 虽然还没来得及全面调试 但赵老板厂里的熟练工人已经到位 比赛马上开始 那今天您就用之前的这个六龄机要跟他比一下是吧 对 那您今天派了几位师傅出来 五位师傅 都经营 都干十两年 是吧 都是老师 都跟着我干十两年 王总 为什么您今天派了八个人 是这样的 在赵老板厂给他跳试结束以后 是不是 我现在第一次给他试着跳试 怎么样多安排一些人 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是这样 咱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摆的这个盘子也很多 箱子也很多 就可以猜到我今天给双方安排的任务量 也比较多 对 是双方各二十袋面粉 敢挑战吗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赵总呢 搞 二十袋也可以 没问题 好 现在替我指令吧 好 三二一 开始 这是一次两种机器的对决 白色服装的一对操纵的是他们多年使用的分体会面PG 蓝色服装的一边操纵的 是刚组装起来的一体化生产线 分体机轻巧灵活 但需要操作者在每个机器间奔忙 一体机生产线虽然各工序无缝对接 但只有一个环节出错 就会影响全局 比赛一开始 新的一体机就需要到处调试 让操作熟练的分体机占得了先机 揉好的面被领先送入了压面机 而王朝明那边 活好的面倒是能自动卸载到压面机中 但却卡在了推面力度上 一体机盛在不用人工 但现在只能靠人工来规整 抱到后边是因为前面这个不整齐是吗 对对对 现在不整齐 没法肉压 不整齐就会造成它这个没法柔雅 肉压小伙伤 好在很快机器调试到位 自动揉出的面饼越来越光滑 面饼被传输带送入成型机 会面批随即显出了模样 现在一体机还能否在速度上赶超对方呢 双方都是拼尽全力 机器开足马力 人工也毫不松懈 大家就等比赛结束时 看看哪一队能完成任务 好 我们现在这个比赛结束 大家来都停工 然后都聚过来吧 现在咱们就对比一下这个结果 今天给大家布置的任务量是各自20代 不知道王总这边完成了没有 我们任务量已经顺利完成 来 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是吧 十二 二十 刚刚好 刚刚好 好 那真做任务量啊 20代 对 那张总呢 我这也差不多有任务量吧 差不多20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没了 不在十一袋 你不在十一袋 这里二袋 做十一袋 做了十一袋 王朝明发明出会面一体机的消息 在当地传开 不少会面大厨认为 机器虽快 但赶不上手工做面的口感 他们组团找到王朝明 想用他们最擅长的手艺 和机器较量一般 这都开饭店的 我平时给他供货的 也许给他俩都过来了 脚位 在随即展开的口感评分比赛中 手工制作要与机器一较高下 王朝明先用机器帮助人工队 和面揉面 然后再完成自己的制作面坯任务 这场比赛 王朝明的机器在速度上 轻松胜过十位厨师 剩下的时间 干脆现场做起了不同的饼坯面坯 但速度和花样并不是比赛的关键 决定胜负的是大家对面坯口感的评价 双方把自己的面皮拉开下入锅中 吃惯了手工会面的河南老乡 能接受机器的作品吗 品尝过后 大家用站队表态的方式 站到了各自支持者的一边 其实看着人数还是悬殊挺明显的 王总 咱们这边机器对的支持率很高 这得加级三十人吧 有 差不多 然后赵总 咱们这边几个人 七个人吧 七个人 我问问 姑娘你觉得刚刚这个面哪好吃 就是吃到嘴里边口感比较劲道一点 口感也非常细腻 细腻 对 那放就是放一会儿的时候 我们钻过来不是放到这边 再放一会儿嘛 然后吃起来也是比较劲道一点的 那那边呢 那边已经坨了嘛 坨了是吧 对 行 那看来在口感上 获得的支持率不如机器对 是 那您现在对这个机器认可吗 认可非常满意 这你的机器我打开吃饭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节目 再见 一种震动的大筛子 抖一抖就能剥离出美味的扇背 一种旋转的大螺丝 挤一挤就能吐纳出劲道的盒粉 一种张开闭合的仿生手 捏一捏 带着的包子 亲手拈来 机器如何媲美手工 美味能否打动舌尖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舌尖上的发明 5